第24天 纽约地铁又有人被推卸 虽然我不用坐地铁 但是心里还是感到很寒 冷血的人太多了 还好太阳有出来 虽然是34度 感觉上不太冷 前段日子实在太大风了 昨天飘了一些雪 但是地面上是干净的 七大道宽一点 八大道实在太难走了 人多 然后货也多 满街都是 这里宽一些好走一些 还有车也多 你看 不只是逃离八大道 我还想逃离六月了 昨天帮妈妈找广东米粉 结果没有了 早话店人说断货 只好买另外一种来代替 当我一步一步的走进八大道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了 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住过的地方 离开的时候 半点留恋都没有 甚至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在这里出现了 想讨好大众的话 我应该是讲一些很正能量的话 可惜 我不能不按照我心里的感受 我才在这里走过一段路 就看到一个又一个在我身边走过的人 突然拉开口罩吐他的口里的痰 口水 我心里想你们就不能走开一点吗 一定要在很密集的人群中做这种事情吗 公司终于也都搬出八大道了 这里也没有我想吃的食物了 无奈还是需要再去八大道一次把事情办完